高枕无忧 春秋的时候 齐国有一位叫做孟长军的人 他在家里养了三千个客人 冯轩也是其中一个 有一次 孟长军派冯轩到薛帝去讨债 冯轩叫所有欠孟长军钱的人不用还钱 替孟长军赢得了义的好名胜 后来孟长军被罢官 回到薛帝去居住 薛帝的人民都热烈地欢迎孟长军呢 过了不久 冯轩又对孟长军说 一只兔子要有三个洞藏身 才能避免危险 您现在就好像兔子只有一个洞 是很危险的 所以您现在还不能把枕头垫高 安心地睡觉 让我为您筹划一下吧 于是 冯轩就跑去找梁国的国君 告诉他孟长军非常能干 国君听了之后 立刻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 请孟长军到梁国做相国 这个消息传到了齐国 齐国的国君马上慌张起来 赶快用隆重的礼节 请孟长军回齐国做相国 同时 冯轩又叫孟长军在薛帝建立宗庙 用来保证薛帝的安全 冯轩对孟长军说 现在三个洞都已经挖好了 从今天起 您就可以把枕头垫高 安心地睡觉了 后来 人们就用高枕无忧 比喻太平无事 不用担心忧愁 不受到赌道 只需要閹调 喜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